震天氣的是最多的 林隊導遊他不是神啊 他沒辦法預知天氣 也沒辦法控制天氣 有很多人都常會問說 萬一浮潛啊 遇到下雨啊 萬一出去啊 遇到下雨啊 怎麼辦 還有人問他說 請問午後雷震雨會下多久 這個類似這種的 啊這個我們也很無奈嘛 因為這天氣因素也不是我們能控制的對不對 我們當然大家出去玩是不希望遇到雨太大 啊真的遇到也沒辦法 我們也只能雨小一點戴個帽子撐個傘啊 對不對大一點就穿個雨衣 雖然造成大家不方便 這個天氣的東西真的不要太為難領隊導遊 這個真的是出門遇到什麼天氣都有可能啊 哈囉大家好我是Eric 我回來澎湖啦 剛好今天睡醒在滑手機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臉書的一個旅遊版 叫這個靠北旅遊業 靠北旅遊業的有一個文啊 他是這樣想的 這真的太好笑了 客人傳來過來問說 日本白天會出太陽嗎 難道您對日本的認識是 那邊晚上才會出太陽嗎 有沒有前輩可以分享 有更天才的客人提問 就是這麼一篇文啊 引出了下面大概有上百折的留言 我點進去看啊 普遍都是一些 從業的領隊導遊人員 或是一些客人 遇到一些實際案例 裡面有幾個特別有趣 特別好笑 特別有意思的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留言啊 有人就說 明明我們都在同一輛車上 客人一直問外面冷不冷 要不要穿後外套下車 我還沒回答的時候 終於有客人動怒了 不會自己決定要不要穿嗎 這種事情也要問 對 就是說 也有一個人問說 在車上外面下雨 請問下車前要帶傘嗎 諸如此類 問天氣的是最多的 林隊導遊他不是神啊 他沒辦法預知天氣 也沒辦法控制天氣 有很多人都常會問說 萬一浮潛啊 遇到下雨啊 萬一出去啊 遇到下雨啊 怎麼辦 還有人問他說 請問午後雷震雨會下多久 這個 類似這種的 這個我們也很無奈嘛 因為 這天氣因素也不是我們能控制的 對不對 我們當然大家出去玩 是不希望 遇到雨太大 真的遇到也沒辦法 我們也真 雨小一點 戴個帽子撐個傘啊 對不對 大一點就穿個雨衣 雖然造成大家不方便 這個天氣的東西 真的不要太為難領對導遊 這個真的是 出門遇到什麼天氣都有可能啊 所以 如果事先 預報說 譬如說 這個像 最近天氣不穩定 可能安排行程的時候 就要有一些 室內的場館啊 預備的場地 類似博物館 或者什麼水族館 這一類的 購物中心什麼 這個就只能 到時候看情況啊 隨機應變了 好不好 好 接下來第二個 還有一個很容易遇到一個 情況就是 出發前就跟你講說 啊這個地方我很熟啊 我去過好多次 我這常出國啊 這熟的不得了 哎 你要小心啊 最怕 遇到這種人 其實哦 我這邊跟大家講個小故事啊 很久以前啊 那時候 我剛帶團的時候 有些人就想要 以老賣老 他跟我說 在機場的時候就跟我說 一年出國好幾次啊 要去的地方 他要去過了啊 什麼的 因為那時候 還沒有那個 晶片那個 護照自動通關 所以你入出境 都會蓋章嘛 我那時候收完他們護照 之後要辦登機 這個時候 我就特別把那個 客人的護照 打開看一下 蓋印章的也沒幾夜 這個你就騙不了人嘛 你出國幾次 上面翻一下 一目了然 所以這個 去吹牛 這個去炫耀這個 沒什麼意思 因為 通常這種人 到時候問題最多的 也都是這種人 像 上面就很回到說 這個購物中心 逛的時候是自由活動 要吃什麼 他不是說很熟嗎 然後他又說什麼 啊 領隊導遊啊 都沒有 安排 都沒有帶路啊 拜託 大哥大姐 你不是那時候說 這邊你很熟 你都去過 你又在那邊 怪說 領隊導遊怎麼沒有 自由活動的時候 怎麼沒 帶你們去 用餐啊 什麼 因為 畢竟一個領隊 不可能同時服務好幾個 好幾組客人嘛 為什麼這種地方會 自由活動 就是因為 因為有些像購物中心 或夜市 或是一個 一些小商店啊 他每個人要逛的東西 不一樣嘛 所以你只能約定說 自由活動幾個小時 大家逛完吃完之後 回來集合 再坐車回飯店 這個 大家如果有參團 遇到這個 其實 你真的怕 你迷路 不知道路 或是不知道怎麼走的話 其實 導遊領隊都還是盡量的 安排協助你啦 只是說 他沒辦法 分身法術 沒辦法顧到 每個人面面具道 所以 這種情形 大家可能就要稍微了解一下 這邊還看到一個 網友留言說 在觀光景點 導遊去一趟公共廁所 遇到團員 團員說 阿你也要放流 再來有一個說 我帶過最扯的團 時間到要出發 客人說 林隊 我爸還沒上車 是喔 很急著下車 早早看又上車 數人數沒錯 然後客人說 我忘了我爸沒有來 搭跟團的時候 都會有個集合時間嘛 譬如說 早上飯店 要出發了 在我們那個 零行社操作流程 就是一個半小時 什麼意思 就是 舉例你八點半要出發 那就是往前推一個半小時 七點morning call 要起床 如果你是九點出發 那就是七點半 以此類推 因為為什麼 這個他們都已經計算好 半個小時盥洗 然後 半個小時吃飯 吃早餐 對 阿現在半個小時 你可能 都摸摸西 上個廁所整理行李 什麼的 他包含有時候 我們去景點不是 也會有個集合時間 他最怕就怕農 像我還記得有一次 那個導遊也快瘋掉 那個二十幾個人 裡面有一位團員 有一位大哥 他每次要集合的時候 他很早就到集合地點 他幾乎都是前幾個就到了 然後 我們大家通常都會 本人陸續到 然後就會叫遊玩車過來 這位老兄很奇怪 他先到他都不上廁所 每次只要人員集合好 準備要上廁所的時候 他就說 欸導遊 不好意思 我要上一下廁所 一兩次有時候大家你有急什麼的 這個可以理解 他是幾乎每一站 每一次 用到第二天第三天的時候 當天的導遊已經快瘋掉 他說 欸怎麼又少一位 然後有人就說 那我也某某某 去上廁所 然後就說 就是那個老頭 因為這個有時候大家 每個人的情況不一樣啊 如果你譬如說 你有需要上廁所 有需要什麼 你再集合時間的提早5分鐘 出入口啊 停車場附近 通常都有洗手間 你自己有需要 你就提早個5分鐘過來 不要說 每次二三十個人 一台車等你 一個人上廁所對不對 相對準時到等也 也不公平 這個 大家如果有餐團的話 這個可能也要 再特別注意一下 好不好 那第四個 看到一個 留言他說 我不吃牛 但是和牛我可以 我不吃海鮮 但是龍蝦 我可以 我有幾次驚豔 就是 有時候 我也有遇到一些 吃素食的客人 在台灣吃素 是比較方便 但是 畢竟出國 有些國家 它素食其實 不像台灣 那麼準備的那麼 周到啦 嚴格講還是這樣 有些 比較大飯店餐廳 可能還可以幫你 炒幾樣青菜 當然 普遍 團體在用餐餐廳 包含台灣也是 很多時候 它是 另外叫那個 素食的便當給你吃 因為有時候 餐廳你要叫它在 騰出空間時間來做那幾道素菜 有時候也做不出來 這個雖然有時候 對吃素的朋友 比較抱歉 但是 說真的 參加團體的時候 尤其是某些比較偏遠的地方 它的東西有時候 不一定做出來 可能你們 還是要 心裡準備 但是有些又特別例外是 它雖然說 它是標榜吃素 但是我有看過 誒 有些 什麼 清蒸食班 出來的時候 什麼 龍蝦沙拉的時候 誒 他也會吃喔 他也會吃 誒 看就是有時候想吃素 啊 沒有 有時候也沒有 也沒關係 類似這種啊 吃飯的問題也很多 啊 我還有遇過一次是 那次也是 一群大概十幾個人 兩桌 然後 第一天 晚上的晚餐 幫忙安排的時候 有問他們說要吃什麼 他們說 盡量吃一些當地有特色的東西 可能這些 有些長輩可能吃不習慣 所以就 開始埋怨說 啊 吃這個不好吃 不知道在吃什麼 這個一開始就有問過你們了 你們呢 對不對 對你們就說要吃當地了 然後吃不習慣又抱怨 好 那第二天 既然吃不習慣 他們就說 想要吃比較中式和菜種 比較接近台灣口味的那種中餐廳之類的 那我那時候就有跟他們講說 因為這種在國外啊 這種中餐廳的口味 有時候不盡然 不盡然跟你想的一樣 他那個口味經過改良 而且會比較貴 然後不一定會比較好吃 這個要先跟你們講一下有心理準備 他說啊沒關係啦 再怎樣都比昨天那個西餐那個好吃啊 他們就說就OK啊 真的去了 隔天中午真的去安排了 因為那個 那費用又會比較高一點 然後 他們那個餐廳的啤酒 粵菜餐廳的那種酒樓 酒水本來就比較貴 因為餐廳要賺錢 啤酒一瓶外面兩三倍 就跟他們講說 晚上會去那個露天酒吧那邊 啤酒很便宜 可以盡量喝 你中午就 大家就稍微 小酌一下就好 不是 他就在那邊點啤酒 然後 才在那邊嫌貴 然後又說 還不如吃昨天的西餐 那時候我真的覺得 理智先生有點快斷掉 然後 真的到晚上到那個露天 海邊露天酒吧的時候 他們又全部都 全部都說不喝要回去 要回飯店休息 這個有時候真的 這種東西 有時候入境隨俗 大家是體驗啦 如果你什麼 都要跟你在台灣吃的一模一樣 那其實也不用出國玩嘛 對不對 因為你就在家就好 對不對 從而言之啊 這些 離異口口的所有問題啊 印證啊 這打完零隊啊 真的是不好當啊 你看這裡所有的 包含從 天氣 交通工具 用餐 行程 這個等等之類的問題啊 幾乎 第一時間 大家有狀況 一定都要找零隊導遊 所以 同時處理這麼多人 的這麼多問題啊 真的 有時候也不要太過於苛責啊 好不好 當然 如果真是那種服務很爛 然後又擺爛 然後態度很差 當然 這我們要 去客訴去抵制 這種行為是不對吧 但是我相信 經過這麼多年 來 去無存精 淘汰下來的 應該都是 海外線上會 擔任的 應該都是精銳的 精銳中的精銳 所以 遇到一個好 零隊導 真的是 很幸運的一件事情啊 其實 出門玩 開心是最重要 不管你是跟團 自己出去玩也好 這心態調整好 其實 一些陰錯 陽差事情 你 會心一下 其實都是 旅遊的 回憶啦 啊 只有想到什麼 有趣 好玩的 在一一 跟大家說 這期影片就到這邊了 喜歡我頻道的話 記得幫我多多 按讚 訂閱 感謝大家 我是 Eric 我們下期再見了 拜拜 拜拜